疫情趋缓有许多的全国大型赛事也陆续的在花莲举办 那么像是2022花莲太平洋国际龙舟节 9月将会在花莲的鲤鱼潭展开围棋三天的龙舟竞技 而昨天开放报名目前都已经快速的达到了报名队伍是110队 预估将会有2000名的选手前来竞技 迈入第七届的太平洋龙舟节 由花莲县体育会承办 往年都成功吸引国内外好手来到台湾参加一年一度的国际龙舟赛事 今年才刚开放报名不到两天的时间 报名队伍就已经达到报名参加的人数 目前报名额满而且也超过100队 每个县市都有非常多队伍 很热情的参与这个龙舟赛事 对疫情前的话 其实国外队伍都占了应该有20队左右 主要因为还是疫情的那个政策 还没有到完全的开放 所以考量一下还是先以国内为主 花莲县龙舟队在2018年亚洲运动会中 勇夺两金一银 以至于近几年太平洋国际龙舟赛 延然已成为水上竞技运动者的潮胜地 驴潭不仅是水上赛事胜地 也成为了孕育国首的摇篮 记者银杰 收风箱采访我到 咱们先看看